我那時候的經濟 跟工作人員全部傻眼 欸我明天帶個小孩 雅雅最近在忙些什麼呢 最近沒有在忙 怎麼了 為什麼一陣靜默 大家來聊天啊 看得到什麼 我看好像大家沒什麼問題 想問我耶 最近 最近 沒事 是 大家可以回家啦 這一檔戲我就是有太多體悟 之後還會有一些計畫 對 因為想讓有一些訊息 想要傳達給大家 對 然後我們也還在準備當中 就是 可能是跟 收養小朋友有關的內容 我想說可以帶大家去了解一下 就是這也是一個選擇 因為其實戲裡面 只有帶到一點點 但是我是跟我妹妹啦 我們兩個就討論了 想說 欸 因為這件事情確實有 在我們生活中被討論過收養的事情 對啊 所以我們想說那我們兩個去了解一下 收養這件事情在台灣 可能大家的認知還沒有那麼多 還不知道到底是什麼一回事 會有一些觀念 像可能比較保守的觀念 就一定要喜歡關係等等等等 那像我們戲裡面就有講到 就是阿展老師 愛小孩的人 不管是不是親生他都愛 不愛的 就算親生的他也不會愛 那只是有一個這樣的選項 可以跟大家選擇 就是你不一定要自己生 對 如果你真的很喜歡小孩的話 所以你是自己有收養 還是 台灣法定我有去查過 因為我也想要多了解一下 那因為曾經我們家有 帶回來一個小朋友 就是等待寄養家庭 那時候是拍通靈的時候 說這樣 他就有帶一個寶寶 因為他是立心基金會的人 然後他們有撿到 可是因為又還沒有符合政府 可以把他收走的資格 所以就只能在中間等待 有沒有人可以幫忙 然後我帶回去幫忙照顧幾天 然後那一次的帶小孩的經驗 就讓我們家有了 欸其實收養的觀念沒有不好 對 就是小孩不是自己親生的 我們家一樣可以 就是愛他愛到 像好像是我們自己 有些人關係的小孩 所以我有認真跟我媽討論過 假如我以後想要收養小孩這件事情 我不OK 對然後我們家裡都是可以接受 因為我那時候為了那個小朋友 我有去查 因為我媽就很心軟你知道 他就覺得小朋友很可憐 因為他就是沒有爸爸媽媽 然後媽媽是有一點智能的問題障礙 沒有辦法好好照顧他 然後他又在等待這兩家庭 然後我媽就說 那不然他把工作辭掉來帶這個小朋友 所以我就認真稍微去查了一下 就發現就是要 然後你還要結婚滿幾年 然後你可能要育有一子或一女 然後要不然你就要提出 你沒有辦法生育的證明 然後還有包括你的房子資產什麼的 他們都要審查 才有辦法收養小朋友 然後我來帶他去拍廣告 那時候我的經紀人 跟工作人員全部傻眼 我說 欸我明天要帶一個小孩 就跟大家訊息 就說我明天會帶一個小孩 然後大家想說什麼小孩啊 有人以為是你自己 怎麼可能 怎麼可能 怎麼太扯了吧 怎麼可能 怎麼可能 你們都一直看到我 我怎麼可能去生小孩啊 你們 從 這十幾年來 我 我有 就是消失過嗎 沒有啊 我很難去生小孩 我今天想說什麼 我今天想說什麼 我說什麼 我覺得那個外套太嚴 了 字幕志愿者 杨茜茜